Hello 大家好 我是Rimax的溫哥華專業理產顧問Pensier 今天很高興 終於來到Clarich House 它是位於溫哥華西區Camby 及41階 一個Polygon 一個新的發展 終於可以有一個約會來到 展示給大家看它裏面的show home 今天它是剛剛收到的price list 所以有更多資料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可以先和大家先通過模型 大家都看到 現在這個模型 其實這一座高的主要是現在買出來的residential 旁邊這一棟就是一個market rent的建築 即是它不是有什麼subsidy 或是income based的rental 最主要是你可以租出去就可以了 是發展商做的 這一座就是現在賣這個 由五樓平台起到二十六樓 二十七樓就是一間Penhouse 再上去就是有一個sky lounge 所以Penhouse就非常特別 只有一間 聽說已經是有人買了 現在樓下的主要是兩房單位 corner那些通常都是兩房 去到十四或十五以上就是三房 我們可以拍攝周邊的環境給大家看 你看看 這裡其實是on 42 Avenue 它的入口其實就是這裡 正門門的入口 大唐入口也有concierge 所以它周邊你會看到其實都有commercials 其實這裡這一層是那些least租出去的office 所以它樓下有些街譜有間銀行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的位置 其實就是這裡 我們的sale center 會在cambi格41 所以這個租的建築 其實跟住的建築是完全分開的 amenities都會分開 來到這裡 這裡應該是最吵的 可以說 這裡41和cambi是最吵的 所以它放了rental的建築在這裡 然後它放了這個在後一點就不要太吵 這個terrance就是會是sharing betweenrental和residential 這個open area 所以如果你是不想和旁邊那座share 你就去28樓的sky lounge 28樓sky lounge有什麼呢 它的sky lounge有什麼呢 就是有個kitchenette 就是你可以預約這個位置 去跟朋友聊聊天 就是整個dinner gathering 那它就會 因為它在28樓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 完全是一個漂亮的山景 也可以給多一點圖 這個也是另一邊 繼續 你看到外面有個超級大balkony 然後其實你這裡除了可以 跟朋友來做東西吃吃飯 這裡有個work area 就是如果你想有個美景的bill 的work station 你可以上來這裡做事 地點方面 這裡的圖也挺清楚的 它有個圖 我們按11和cambi 這裡就是clarish house 對面就是Oakridge center 將會重電的 它其實就像一個15分鐘的生活區 這樣 因為它15分鐘就會去到 Downtown Vancouver 向南 就15分鐘 坐sky train就會去到 Richmond 它都有寫的 如果你去UBC 其實都是12至15分鐘 去Kitsilando Beach 和Metrotown 都是12至15分鐘 所以這個叫做Vancouver center 就是這個意思 真是Vancouver的中心點 所以這個地點是很prime的 我們可以進行一下桌子 因為它的show room 只有一個兩房的單位 但是它沒有做完房間 所以就展示了一個房間 它一層有六個unit 我們可以看看桌子 由六樓至十三樓 你會看到 它主要全部都是兩房單位 所以這個很多選擇給大家 不同種類的兩房單位都有 有大有小 小去到800多呎 去到千松尼尺的兩房單位 這個是六樓至十三樓 如果去到十四樓至二十六樓 它就會有一些一房的單位 或者是corner unit有些三房 那一房單位 它是由五百九十四尺 你會看到它的plan 其實都是 我想大家有看 Condos 主要是這樣入口 Wash and Dryer Storage 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Open Kitchen Area Dining Area Living Area 出去的deck 然後就有個bedroom 它這個不是套房 它是一個不能進去廁所 所以你就在這裡進去 它有個shower加 bath tub 應該是 去到這裡 D D就是一個三房單位 只是十四樓以上才有 差不多1278呎 你看到它的entry位在這裡 然後一入門口右手邊 已經有個洗手間 對著closet 一轉去裡面 就會見到一個 非常開放 很大的kitchen 就對著了balcony 這個就是很美的景 它擺在這裡 就是你在這裡洗碗 就看著美景 然後dining area 和living area 都很闊落 你看到 這個bedroom在這裡 開了一個 然後在kitchen 旁邊開了一個 始終它只有1200多尺 它就盡量做好一點的位置 但是難免這些 可能你都覺得尷尬的位置 就在廚房裡面有個房間 而有一個master bedroom 就會是entry這裡 立即轉進來這裡 這個master bedroom 所以這個setup 也算是這樣 然後master bedroom 自己有個deck 這個就是一個quick overview 三個bedroom 我們現在就可以去看一下show home 我們會拍攝C1的單位 但因為它沒有做這個bedroom 但我們可以看完這裡 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 進來後 你就已經看到整個廳和廚房 這個是剛才說過 我們沒有了門口位 以及沒有了這裡的closet位 因為show room一切 就切到這裡 這個牆後面 其實就是有個bedroom 還有有個洗手間 就沒有展示出來 因為它展示了master bedroom 大家都可以想到 那個finishing是怎樣 那現在這一邊 其實這個單位 這裡整個大窗 它就會是一個大balcony 就會很漂亮 很大 然後它這個dining area 是擺了一些 它設計得很漂亮 你知道Polygon的設計 一直都是漂亮的 這個座椅是luxury的 這個位置很大 它擺了一個六人餐桌 還有很多位置在旁邊 然後來到這邊 反而電視位置 我感覺上就好像 就是proportionally小了 因為它擺了所有地方 在食飯桌 你會看到它這個電視機的distance 是一個正常普通的condo的distance 就是多一點 但是area-wise 可能它就是cut到這裡 所以可能大家覺得 如果一家三口 或者四口 或者兩公婆坐在這裡 其實很close的 你可以這樣想 反而食飯桌就多些位置 中間就會有多些area 去做其他東西 我們可以看看那個廚房 這次呢 因為在Vancouver建設 它就是不同了 比我想像中 因為之前有看開Polygon 它都可能是用普通的applices 但是這次就不同了 它全部用Mila的applices 除了一個雪櫃 這個呢 它說是speed oven加microwave 即是可能你焗些細東西 譬如焗麵包 焗熱一點點東西 那就用這個 如果你要去焗一個火雞 或者一個小時的麵包 你就用這個大的Oven 它這裡呢 你見到了 它都是Mila的gas stove top 它有五個 五個 然後它呢 因為通常五個是一模一樣 它就有分了 大、中、小 這個最大 所以中國人可能來說 這個都夠了鍋氣 可以去炒東西 它都用這個Mila的七樓營機 另外呢 它這些cabinet 這些櫃筒 它多了這些designeritem 但是這個是包的 OK 這些呢 是包賣給你的 如果不是就是普通的櫃 但是這些 你可以stack up東西 擺東西方便些 就是好像 這邊 這些垃圾桶 這些櫃呢 它包了 另外這邊 也有些是 這個是organizer 它都包了 在西區 在西區 要做些 luxury 它就包多些 好一點的item 它也是 一個大星 旁邊 都是Mila的dishwasher 它這個一個星 就是一個stainless steel的星 都 深度一樣 是闊度 它是很闊的 所以你看到它 很長的countertop 你對著這裏 是falcony 你做東西 洗東西 就會很舒服 看著那個景 這個development 還有一個 包了這個 Wine Cellar 是每一個單位都有的 剛才都說過 雪櫃就不是Mila 是叫Liber 它就用Liber 這個 都是36吋的雪櫃 有一個冰箱 有兩個冰箱 這個color scheme 就是淺色的 所以你看到 它所有東西都是白色 待會可以展示 color scheme給大家看 現在我就可以 展示一下它的master bedroom 大家所看到 這些後面的 designer item 是不包的 它design得很漂亮 你看它的燈 所以你看到 它的space 它這個是king size bed 兩邊都有床頭櫃 但你會看到 這個床頭櫃是很長的 比起平時的就長一點 這邊也有個中size的床頭櫃 即是說 這間房間的闊度 其實是很闊 中間也有一個位置在走 進去這邊 就是有個walk-in closet 這個walk-in closet 今次 它這些LE燈自己開了 剛剛有sensor 燈就包了 這些櫃都包 但鏡就不包 所以看清楚 就是這些櫃包 就不像之前 有些pre-sell 它是拍到這些很漂亮 但其實不包 今次就包了 連這邊 這組擺櫃 這些櫃桶 有所有soft clothes 所以這個walk-in closet 都不錯 然後你會看到 這裡也有個很高的窗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它這個主人房洗手間 都是很高級的 它有這個single bath tub 還有它有一個闊度 這些位置很闊落 然後加多一個shower Shower 它有ring shower head 還有一個拿下來的shower 旁邊有位置可以讓你放一下shampoo 所以整個感覺 它所有的tile 都包在最頂上 就很漂亮 看上去 去水口的位置 用那種 不是普通圓圈的去水位 這個兩房單位 就有兩個色 非常長的countertop 下面的櫃 都是正常這些櫃 下面有LED燈 那這些鏡 整個鏡 它有兩組medicine cabinet 這個和這個都可以打開 就是男女主人可以在這裏 一人一個 就不用分大小了 這次 整間的showroom已經展示了給大家看 我們走出去可以看看 Color Scheme 我講一講這部機 它現在是加了下去 就不包了 這個投射機 但這個投射機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它將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放上去的屁股 即是預算睡在這裏 人可以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景 就任你調校 即是它這些是它Polygon去設計 這些很細心 我覺得這些細緻位 即是reflect到房間更加熱 更加舒服 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 這個Color Scheme 它有兩個Color Scheme 大家記住 現在這裡就是淺色的Color Scheme 它另外有一個比較深色的 叫Earle Gray 可以大家看看 這裡 它所用的是 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 房間的地毯不是普通地毯 是用Wool的 Wool地毯 一路上去 總之就是深色的 淺色這個 它叫Panna Cotta 就是showroom的淺色的顏色 介紹了一些資料給大家 關於Clarish House Clarish House 剛才也說了 它的地毯是在Cambie 加41 即是一個很主要的地毯 將來 Sky Train 就會在對面街 Oak Ridge Mall 也會在對面街 你們大家可能知道 之前都賣過很多Preserve 在那裡 因為對面會建很多 建設的 建設 所以整個地毯 將會是一個很 最先鮮 很旺的地區 所以這個價錢 剛剛新鮮 滾熱 拿到在售 最便宜的單位 不需要100萬 那是一房的單位 有差不多600呎 所以價錢一直到100多萬 如果你們有興趣 立即聯絡我 我可以拿一些 Exact Pricing給大家 因為價錢才是剛剛 今天出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 Luxury 的Residential Pondo 有興趣 亦都要想住一個 Prime Location 一定是選擇這個Polygon 因為這次它所用的材料 以及設計 所有東西都比之前 可能你看到Polygon 發展更加高級 除了在屋內 這麼漂亮之外 它這裏的大堂 都會有一個 concierge 在Lobby 另外它對面 是一個Skytrain站 但是它的Skytrain 是underground 所以一點都不會 聽到有Skytrain聲 Polygon 都很注重保安 所以每一個平台單位 的Unit 都會包括保安系統 而拍車位 和Lobby 都會有數碼攝影 拍攝所有活動 所有居住在那裏 都會放心 而且每個 都會有Ruffin Level 2 EV Charging 希望大家喜歡我 今次介紹 有Polygon發展的Clear H House 如果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或者想要多些資料 隨時WhatsApp 或者Call我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將來我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在影片完結前 讓大家看看風景 這裏是26樓 由北面開始 拍給大家看看 如果在26樓的風景是怎樣 有意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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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拍攝說 有意外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